革了这些日子 心静些了吗 静不下来 思雨轩的消息 天天的听在耳边 可是想走近些去看看 都不能 甄嬛出事后 梅妆慌了手脚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四处奔走求情 可皇上皇后太后 都选择避之不见 太后不是不想理梅妆 只是清楚 这件事自己也无法解决 彼时的梅妆太心急 太后说什么 梅妆也未必听得进去 如今梅妆冷静了下来 太后便能为她分析局势了 此时非比寻常 皇上动了大气 谁和这件事 身上关系都唠不着什么好 所以太后劝梅妆 先不要掺和 一来去了没什么用 二来这个时候要明哲保身 先不要被此时牵连 等皇上起脚了 自己才有机会帮助振嬛 越是风口浪尖 婉嫔的日子就越难过 这个时候 婉嫔的日子是该难过 难过是应该的 如果这个时候 皇帝还能心平气和地待她 哀家才觉得担心呢 在太后眼中 皇上动怒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振嬛犯了皇上的忌讳 皇上惩罚她很正常 但若在惩罚之后 皇上就不生气了 一切如常 那代表皇上对甄嬛彻底失望了 不过现在 皇上的怒气一直未消 可见皇上还是会被甄嬛牵动情绪 还在意甄嬛 那甄嬛就还有负宠的可能 最可怕的情绪 不是生气 而是不在乎 可是 婉萍只是穿错了一件衣裳 皇上何至于要如此 哀家虽不过问 但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太后虽不知全貌 但明白皇上确实不至于 因为衣服生这么大的气 但皇上自己不说 就有她不说的理由 太后也不好过问 臣妾恳请太后 一定要救一救婉萍 现在还不是时候 哀家不能答应你 太后 你不明白 一定要让皇帝出了这口气 怒火平息 婉萍才会有机会再得到宠爱 否则就算出来 你以为婉萍以后有好日子过吗 梅庄只是心疼甄嬛 好姐妹遭一点罪 梅庄都受不了 可太后想的更长远一些 即便放出了甄嬛 这眼下的困境是结了 可皇上始终憋这一口气 甄嬛以后的日子 也是难过 只有让皇上化解了心结 自己愿意和甄嬛和好时 甄嬛才算是真的度过了这一劫 且此时 甄嬛和皇上都不够清醒 若再让他们见面 怕是要再次上演甄嬛消产后 二人不合的戏码 不如先让甄嬛暂时禁足 一来保证了甄嬛父中之子 不会遭到迫害 二来给双方一个冷静的时间 等二人都想明白了 他们才有和好的可能 太后的想法本没什么问题 可马上要发生的事 让甄嬛对皇上心死 导致甄嬛与皇上彻底决裂 这些都是后话了 何况这件事牵涉到纯元皇后 皇帝若不松口 谁也劝不了 若是旁的事还好说 偏此事涉及了皇上 一直念念不忘的纯元 所以万人根本无法插手 只能让皇上自己想明白了 有请不吝点赞 刘宝儿